港珠澳大橋地盤藏仙案 警方抓了五男兩女 他們涉嫌謀殺和非法處理屍體 星期六分別在紅磡、旺角、屯門和香港仔被捕 其中兩人星期日下午被壓到旺角通菜街堂樓重組案情 消息說現場懷疑是毒品飯堂 剛出獄的死者在那裏和人爭執,被襲擊後不治 死者和被捕的人都有黑社會背景 死者和有關的推捕人士是相識的 而這個地方,即旺角這個地方,我們都有紀錄 紀錄是一個毒品的黑毒地方 驗屍後發覺這個男子的頭部的後面,接著後部的位置 有兩個被襲 相信是被一些遁物所造成的 但死因亦有等待這個是毒品報告的 現場暫時未發現空氣,警方說 國儀反興案中扮演不同角色,不排除有更多人被捕 今個月四日,港珠澳大橋地盤工人 發現一個被泥頭壓著的黑色垃圾袋傳出惡臭 揭發中藏有屍體 調查相信當時死者已經死去大約兩星期 警方列作謀殺案追查 確定死者是一個性消的男人 有多項犯罪紀錄,包括煩毒,刑事恐嚇和行劫 相信負責棄屍的巴基斯坦男人仍然在逃 東網記者 李冠藍過頭 東網記者 李冠藍過頭 東網記者 李冠藍過頭 深呼籲